為什麼我最近發訊息給你,你都不看的? 收不到通知嗎? 那你快點把月之一二指定吧! 今天是清明節 相信各位朋友最近應該都要去拜山 如果剛好你們又真的上山拜那種拜山 那流程應該都相當長 因為是要按部就班做很多事情的 連年都要做這麼多事情 但其實你們又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嗎? 如果你們有留意的話就會發現 家人去拜山之前除了準備了那些用來拜祭的東西之外 還要額外準備一個床頭和一桶紅油 為什麼要帶床頭? 你試想一下 你們家人整年沒有去過掃墓 山上滅,雨水又足,空氣又好 分分鐘那些墳頭草是真的生得高過墳頭的 你不帶那把床頭坐一坐 過多幾年可能你找不到你祖先地址了 把雜草清乾淨,然後再開始拜祭 這樣既站著你又安全,聽說還有人走 不過一個問題提示 就是說如果你平時沒有健康 又或者不是在體育特長生 最好就不要自告奮勇去抹個床頭 我不是跟你說笑 你看電視劇紀錄片 看到倫文八百姦田的時候 拼命抹個床頭好像很輕 實際上,你抹不夠二下,你的手就快要斷 然後,那些雜草的求生肉還要鬼迷旺盛 棵草只有幾厘米高,條巾一米那麼長 你用床頭剷草的時候 你感覺到那些草好像混了502 黏到地上黏得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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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跟著那一堆紅油又有什麼用呢?很簡單 看看祖先的墓碑有哪隻字掉了的重新游上去 以後來拜山,找祖先的墓碑才找得快一點 因為字跡比較清晰 拜完山,那些紅油有剩下 看看還有誰欠自己錢,順便路過他家 清明節追溯,效果特別好 搞得差不多了,我們就會開始正式拜祭 首先,就是最傳統的狀向 這個大家應該有印象 每個人拿三支香,輪流上香 你們在上香的時候,你媽媽就在旁邊陣陣有詞 保佑貿仔身體健康 保佑貿仔順順利利 保佑貿仔可以進步 然後,你們就肯定在心裡想 最重要是保佑我今年脫丹 麻煩呀,麻煩呀 問題來了,為什麼清明節要逐家逐家人上香呢? 就連小朋友可能只有1、2歲都要上香 據說是因為,香等於香火 我們上香給祖先,就代表我們沒有辜負祖先的期望 我們保持著香火相傳 還有,整個家族的人都上香了 那祖先不就知道現在家族有多少人 我唯一不太理解的地方在於 那為什麼要上三支香呢? 祖先想知道現在家族有多少人 數完多少支香,還要除以三 不就很麻煩呀 可能生生聲比較好聽 裝完香,就要敬酒了 有些地方,每個人都要敬酒 有些地方,就派個代表出來敬酒 不同地方,就有不同的習俗 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敬酒的 不是敬可樂的 還有,一定要敬三杯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敬三杯 如果這三杯酒也是敬祖先 有些地方,就派個代表出來敬一次 有些地方,每個人都要敬 一個家族有十多人 每人三杯,一共三十多杯 我們是來拜祖先還是敬祖先? 絕望不敬的成份,都是合理的推測 古人都跟我們一樣有疑惑 所以我就查到了,據說 三杯酒,一杯用來敬天 一杯用來敬地 剩下一杯,才用來敬祖先 那就很合理吧 三杯酒,敬天敬地敬祖先 但你們記不記得你們怎麼敬酒 是把酒倒在地上 敬天,但是倒在地上 噢,古人真的有智慧 他們很早就知道,什麼叫做水循環 酒倒在地上,蒸發了,就升天了 嗯,記者 敬完酒,就差不多到大人小孩都很喜歡的燒衣環節了 可能我們這樣說是有點不敬 但你們真的喜歡吧 溫馨提示 燒衣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防火安全 做好防火措施 溫馨提示二 燒衣的時候,戴了隱形眼鏡的朋友 設計走得太近 又或者,不要戴隱形眼鏡了 如果不是很危險,記住 好了,提示完了 然後燒衣環節,大家這麼熟悉 我又不多說了 燒完衣,就差不多要燒炮獎了 曾經的我以為 那條炮獎是燒給祖先的 大過了之後,我才覺得奇怪 燒炮獎給祖先,所謂何事 過節啊 現在我查到了 據說,燒炮獎是為了嚇走那些油魂野鬼 不要讓他們搶走我們燒給祖先的稽錢 那倒是呀,我們謊言 燒了幾百億給祖先 那些祖先帶著這麼多錢 很危險的嘛 那我們這些做後人的肯定要幫忙做一下 安部工作才行 等周邊安全一點 祖先再拿些稽錢去天地銀行 儲起來 那就萬無一殺了 其實,就如我們今期的片頭文案 今期節目很多知識點 你們知道了,都是沒用的 當然,我們也絕對不是提倡封建迷稅 我們是不能有鬼的 但我提倡 當我們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最好可以了解一下 它背後的原因 連原因都不知道 無論是照做還是不做 都會有少許惡居 可能以後拜生的方式會發生變化 比如說,裝香會變成裝電子香 照意不是用火燒 而是用發熱爆燒 但無論怎樣變都好 我們面懷祖先的心情 怎樣都不會改變 沒有他們的奮鬥 就沒有我們的安身 沒有他們的付出 就沒有我們的人生 清明時節與紛紛 希望我們可以永遠保持一火感恩的心 看完節目了 你字頂了月之一二沒有? 咦?還沒? 生氣了? 你是不是不懂字頂? 那我教你了 iOS用戶 點擊月之一二公眾號主頁的右上角 選擇設為聲標就OK了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 進入訂閱號消息 點擊右上角 就可以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 而安全用戶 只需要打開月之一二公眾號主頁 點擊右上角 再選擇置頂公眾號就OK了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 進入訂閱號消息 就會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 以後記得每晚6點準時收看月之一二 離開月之一 然後繼續打開月之一 再選擇 情緒 機構想想想想想想像 三分數 再選擇